中美交锋,关键时刻,福建舰陆列在即 美思义妄为的机会不多了 大家好,我是萧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 今天我们来聊聊福建舰陆列在即 中国将正式进入三航母时代 中美海军差距到底有多少呢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稳步增长 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犬越来越大 世界霸主美国终于坐不住了 不但深感自己的地位被动摇 更害怕在公平竞争中无法胜出 所以针对中国的措施正在不断的升级 甚至动用了军事力量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美国不准备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中美之间的竞争问题 特别是在进入2022年之后 美国不单在台海问题上指手划脚 更是频繁地出动海上力量 闯入中国海域 多次越过了中国的红线 也让中美两国的关系进入到了冰点 在这种关键时刻 中国却传来了好消息 近日我国刚出炉的第三艘航母福建舰 正按照计划开展细波试验 有分析认为福建舰距离入列也只差一步只要 因为接下来福建舰的细波试验 以及航行试验不出现任何问题 那么就会立刻移交中国海军陆列服役了 可以说到时候解放军真的就进入了三航母的时代 而且根据美国媒体以及美专家猜测 福建舰航母配套的舰载机和预警机都已经确定 而且正在大力地进行测试和完善 一旦福建舰陆列立刻就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当然这种猜测并没有得到解放军的证实 但是无论怎么说 中国应该是已经在开始部署这方面的工作了 山东舰副舰长更是发出豪言壮语 公开表示 随着福建舰的逐渐完善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有多个航母战斗群在远海大洋中飞持 解放军捍卫国界主权的手段和措施也会越来越强大 众所周知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在国防建设上的投入也越来越大 特别是在海军力量上 不但万吨驱逐舰如同下饺子般的速度出炉 不同种类的战舰也在路火路土的建造中 就连美国海军中将都不得不承认 中国海军的规模已经是全球第一 这绝对不是空袖来风 美国国防部就在前些时候给出报告称 中国海军拥有军舰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50艘 而且这个数量还不包括一些巡逻艇 以及携带反舰导弹的作战平台 再加上解放军在军演的时候 展现出强大的精神面貌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足以证明中国海军已经能够和美国海军分庭抗争 美国的吹嘘我们听听也就行了 中美海军之间的差距还是有不小的 毕竟美国拥有11个航母战斗群 光从这个数量上就可以达到对任何果决碾压的地步 更不要说是在很多方面 美军战舰的技术都处于世界最顶尖的范围内 虽然中国海军在数量上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质量上还是有着要追赶的空间 所以现在还不是我们能够桀骜自满的时候 当然美国作为全球霸主 多年来倒行泥视 世界各地都有不少的敌人 美国也不可能将所有的海上力量部署在亚太 与中国进行对抗 哪怕美国现在手所实力 能够抽掉四五个航母战斗群来到亚太地区 已经算是极限 所以在局部上 解放军还是占据了优势的一方 而且据说解放军的第四艘航母也正在建造中 看来留给美国肆意妄为的时间和机会 不多了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下次见